創業再不是大學生的專利 近年有中學加入社創科 讓學生學習創業 同時能夠將服務回饋社會 今年東華三院甲人年總理中學 就與社創校園合作 在高中推行社創科 除了學習創業 還有一系列職業體驗活動 幫他們打開更多的路向 讓學生可以在中四、中五這兩面 學習一些創意、解難和社創的概念 我覺得對他們將來的升學 或者繼續工作都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這個概念其實是幫助學生 去建構他們如何認識社會的需要 如何去想一些 就著這個需要來建構一些 他們覺得可以去做的一些服務 或者一些營運的方式 令到社會變得更加好 我相信其實我們現在都希望 教導年青人一些正確的價值觀 這方面我覺得他們都會在課程中學到 謝思希博士是社創校園計劃的創辦人 還將團隊帶入學校授課 那麼中四我們都想了這件事就是 會不會圍繞教導年青人的地區的需要 我們會有一個學習方式去做 那麼同學就認識社區之餘 其實未去到變成一個社創家庭的中文 已經說了一個社創的立程 但只是說一下你如何回饋那個社區 你會不會想到一些服務 是讓這個社區去做的 那麼或者他會介紹到這個社區的需要 那麼我們都想去用一些想法出來的 那麼在事後活動的方面 那麼就會做一個這個社區的展覽 那麼不同班的組別就會做不同的展覽 那麼紀錄這個社區 那麼可能就會就著我們教導的導師的特性 可能是做相展 或是做一些VR的拍片也有 或者可能是跟大戰商也有 但是透過這個展覽 是展現社區的特色和需要 那麼由他們紀錄到社區 再去那個學習圈可以慢慢形成 我想他們最開心就是玩一些體驗活動 包括CELTA 可能有一間專用爬蟲類動物 來做SCN的活動體驗 那麼同學第一次接觸一些蛇 就是甲蟲或者是一些蟋蟻 其實都是挺感興趣的 那麼我沒想過原來這些小動物 都可以變成一個社創的旅程 那麼這個會比較容易令到他們知道 寫錯未必是一件很大的事 憑我興趣都可以做得到 那麼這個是一個想像 當然我們都會讓他們知道 是在外國做寫錯 可能過億生意都可以是寫錯的 同學省了幾個月課 都有不少的得著 俗定立了議題和處理方向 一些和社會議題有關 但是我們需要去尋找社會上 這些人很需要我們很多關注和關心 然後我們再去想想想想想 去幫助他們和一些經世上的結合 其實是需要很關心社會的同事 在我們自己賺錢的工作或者形式 我們的project是一個殘廁的project 就是起源我們做的同學 就是在新聞上見到一個老人 在殘廁那裡暈倒了 然後結果沒有人發現 結果錯失了那一回時期 很可惜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我們覺得這件事都是 值得社會去關注一件事 就是意外隨時會發生 我們就希望盡量去避免這些意外 去將香港的失救率去拘捕反應 裡面將一些家賊器 或者是紅台市捷捷器 當聽到或捷捷到裡面的人 暈倒或者是太長時間 裡面就會發出一個警告 去警示我們那些人 來看看有沒有意外發生 就肯定可以救回那些人 我們剛才說的一個小狗討論 令我印象都很深刻 就是因為我們在去討論 這個產品推出來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什麼因素 還有我們可能要在項目上去考慮 我們要研究市場 上面有一個紅外線監測器是多少錢 我們可能一些文化的細節 我們要花費多少 甚至我們自己去做一個文化 我們可能要考慮人工 或者是一些租金問題 都是引發了我們做了一個 幾激烈的討論 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我們一邊想 一邊朋友有很多問題 我們要重新去思考 這個是令我印象都很深刻的 贏一定要採取 資許根據 去記錄 我們在快點 Ist связ